他打完就死了對不對 看眼睛 閃起來是他 啊 你就知道他死了 你閃起來他都沒 啊 你就知道 可能還沒死了 不要靠近 就是他靈魂出窄 我碰到 裡面有那個死刑案槍決的時候 我小心說 陳某某 我害怕他就來找他 兩禮拜都沒睡覺了 因此執行槍決時 在刑場的所有人 只能夠以拍肩示意 絕對不能夠喊彼此的姓名 這是真的 你問軍隊 他真的會來找我 我是沒有碰到 我們有碰到 裡面有那個死刑案槍決的時候 我小心說陳某某 好險 我害怕他就來找他 兩禮拜都沒睡覺了 到現在沒辦法開始受傷了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縱火燒死七舊 還有三名小外生的鴻明聰 遭槍決 當天晚上罰警開了三槍 鴻明聰才伏法 但是就在他伏法後 怪事發生了 那時候執行死刑 他開完槍之後 他們就叫另外一個罰警 某某某某 你也要來打三槍 把他引開了 死刑伏法後 罰警會幫忙先做初步的整理 但是這一翻過來 眼前的景象嚇壞了所有人 他一翻過來之後 那個死刑已經瞪得大大 他們嚇一跳 以為他還沒死 後來一看 原來鴻明聰已經斷氣了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被他瞪到了 那個叫了名字 對到他眼神的那個罰警有沒有 當場就不舒服 人家就講說那是重邪的症狀 你全身就忽冷忽熱忽冷忽冷 除了說你不能跟叫名字 不能被死球看到你的樣子之外 那另外一個就是血 為什麼要離兩公尺左右開槍 對著瞄準開槍 因為你太靠近的時候 你畢竟打的是心臟 你心臟打下去之後 血會噴出來 因為血是等我們人的一個靈魂 讓我們活著最主要的一個基本 農地也是這樣 血容易水 所以這個火是他的 要跳來你的聲鼓的時候 是不是靈也會跑來你的聲鼓 你就很麻煩 你如果死的人你就會怕了 只要摸到這個死球的血 他們馬上一件事情就衝到外面 他們就那個洗手台水開 打開就趕快衝出 還會一面衝一面唸說 洗手不幹 洗手不幹 怕真的那個晦氣啊 傳聞一旦觸碰這些禁忌 都會招來厄運 無論是不是心理作用 大部分的人都是寧可信心 其有 此外 早期死刑犯定驗後 育方都會幫他帶上一副 沒有鑰匙的腳療 死球執行前都會在腳療塞前 我們的階級是固定式的階級 是錨釘式的 就是讓他沒有辦法去解開 所以在執行的之前 他會塞一個紅包 塞這個紅包的用意 就是希望替他解開腳療 這位的雜役 讓他解脫這一生一路好走 他是要感謝替他解開的這位雜役 還了這一生的債 然後希望他往生之後 來一次再投胎重新做人 那現在因為服務兩工業的精神 已經不適用藉級了 這些紅包就像是手背籍 有些習俗說手背籍不能亂花 要留下來當錢目 但是死球的手背籍不一樣 得當天花掉 可是這個錢也不能夠帶回家 你也不能說我欠起來 我要去買什麼東西 用的什麼不行 你那天最好就拿去吃喝 以前很多人會去泡溫泉 因為泡溫泉順便洗回去 那有的人花不完老闆 拿去廟裡面捐香油錢 你帶回去這些錢 聽說這些錢你也留不住 而且你還會流失更大 而且那個運 帶回家之後運勢就不好了 死球的出危機得趕快花掉 但是死球穿戴過的那一副腳樓 卻讓許多死刑犯搶破頭 一個腳樓不可能扣兩個死刑犯 所以你只要拿到那個腳樓的時候 你就不會被判死刑 一個腳樓扣兩個死刑犯的機會是零 他們有算過 為什麼 讓他住死 對 死刑犯比較貴 早期那個腳樓拿去監獄或看守所裡面 就開始競標 真有這麼淋嗎 據傳真的有死刑犯標下腳樓後 非常上訴成功逃過一死 但是除了腳樓之外 執行槍決後掉落的蛋殼也很搶手 那個蛋殼也是同樣的道理 那蛋殼你們只要執行完死刑之後 他們會去殺隊去撿那個蛋殼 很多疫情把他搶得起 也是一樣去搶盡辦法要去把它賣掉 這些子彈也殺過一個執行犯 所以這個已經死過了 他就替身了 他就擋運 一般執行槍決時有避邪三寶 除了腳樓蛋殼可以鎮煞擋二萬 另外一寶就是法務部長用來批准死刑的那一隻毛病 其實那個批准死刑的話 今天如果三個人要執行的話 他們法務部會準備三隻新的毛病 就批一個人就用一隻 批了之後通常一般人是很難拿到 因為是法務部長批了嘛 掌管人世間的生死大事 通常法務部長批了之後 他就把這支筆當作禮物送了 之前法務部長曾永福的時候 他在批准死刑的時候 送了一支筆給我們現在的內政部長徐國勇 後來你看他現在當了內政部長一路升官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我不知道啦 可是他確實是拿到曾永福送了一支 就逼著死刑的那個毛筆 禁忌習俗追根究底 為的就是要讓往生的死刑在臨死前 能夠給予最後一絲尊嚴 並且讓世人有所警惕 相信只要心存善念心中有正氣 一切的鬼怪之說也就無足為懼 台北看守所供奉的地藏王菩薩 據傳非常靈驗 很多在北所工作的人都會去拜拜 祈求和家平安 但據說有一年中元節 因為剛剛接任的所長 他做錯了一件事情 結果讓北所在那一年之內 發生了很多離奇的怪事 外台北監獄刑場正對面的 這頓地藏王菩薩 可以說是台北看守所的正所之堡 所有死刑在執行槍決之前 一定要到這邊來跟地藏王菩薩拜拜 希望菩薩能夠引領他們 再來世重新好好做人 現在從1975年以來 總共有331名死刑犯在這邊 槍決伏法 而地藏王菩薩就在這裡默默看著這一切 畢竟善惡到頭 總共有報 那以前就是所長方子 結果他搶了一個西藏秘宗的高僧 就弄了一個秘宗造型的地藏王菩薩在這邊 因為以前早期真的是 但是執行死刑蠻頻繁 地藏王菩薩是不是也自然成為一種 心中的信仰 所以那頓地藏王菩薩在北守裡面 是蠻多人蠻信的 敗顧的鄉 北守這個地藏王菩薩 後來就是因為聽說很靈驗 很多裡面在北守工作的人 常常包括家裡面的小孩要考試 家裡什麼身體不健康 都去求地藏王菩薩 現在反而死求很少人去求 因為現在執行死刑的不多 據傳地藏王菩薩如素 祭拜的貢品大多是鮮花素果 但是有一年中元節 因為繼任的所長不清楚 用了昏食祭拜 讓北守鬧得很不安寧 性戒你也知道是昏的 地藏王菩薩看到你拿性戒來 把戲就擠不住了 所以那一年北守就發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包括什麼有鬼魂又回來 包括裡面什麼不平靜 最有名的就是著常人 我不知道這裡面有沒有進過監獄的 如果有進監獄 他就會深刻的體會到住監獄是什麼師父 反共議事著常人因為擄人勒索 殺害了前國泰醫院副院長 王玉銘之子王俊傑 遭判處死刑 2001年伏法 王玉銘之子王 王玉銘之子王